公元754年,安禄山为了收买人心,一口气向唐玄宗提交了一份提拔了500多名将军,2000多名中郎将的名单。 事情传开后,长安城内上至宰相,下至百姓都认为安禄山肯定会造反,只是不确定他会在什么时间造反。 然而身为大唐皇帝的唐玄宗,对此却毫不在乎,他认为流言都是谣言,不足为信。 公元755年2月,安禄山派自己的副氏何千年前往长安述职,这次回朝述职,何千年又代表安禄山向唐玄宗提交了一份人事调动名单。 安禄山将范阳君的30多名汉将全部替换为了藩将。 面对安禄山如此无礼的要求,三省的长官集体表示反对,大家都认为安禄山的野心昭然若揭,一旦满足他的要求,此人必反。 然而,唐玄宗对此却继续不当回事。 他一面批准了安禄山的请求,一面驳斥群臣,说安禄山从未有过不忠于自己的表现,你们这些精官整天说他会造反,是不是因为嫉妒啊? 看到唐玄宗对安禄山的态度,包括杨国忠在内的满朝文武,一时间全无语了。 事后一向与安禄山有私人恩怨的杨国忠,为了逼迫安禄山主动露出马脚,便在玄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让经兆一派人强行搜查了安禄山在长安的私宅。 这个事情传到泛阳后,安禄山慌了,他搞不清楚这是杨国忠的私自行动,还是唐玄宗受益杨国忠干的。 于是他就动了起兵造反的念头,并在几个月后将想法变成了实际行动。 公元755年11月,安禄山以清军策诛杀杨国忠为借口,起兵造反。 造反后,安禄山没有效仿当年唐高祖李渊先攻太元再过黄河直取长安的成功方案。 而是选择了从河北南下先取东都洛阳再攻长安的保险方案。 为什么说这对于安禄山来说是一套保险方案呢? 因为安禄山虽然身兼河东节度使,但河东的边均安禄山却调不动。 而山西之于河北是居高连下之势,从山西向河北攻击相对容易,反之从河北进攻山西则较为困难。 如果安禄山选择先攻河东,待拿下之后再从河东入关中,他在前期就可能会陷入苦战,从而失去先下手围墙的主动权。 相比于兵强马状的河东,当时的河北河南没有精兵驻守,可谓是不设防状态。 所以,由河北南下先攻河南拿下洛阳再克长安,对于安禄山而言,明显就是最安全的方案。 从事后的发展来看,安禄山的计划还真就是一个稳妥方案。 叛军造反后,一路南下催枯拉朽,沿途几乎没有碰到任何抵抗,就轻松杀过了黄河。 在叛军催枯拉朽,横扫河北的同时,唐玄宗在干什么呢? 一开始,面对从河北传来的军报,玄宗认为是误露山者骗人,不相信安禄山会造反。 后来,当越来越多的奏报如雪片般飞来,玄宗才终于意识到安禄山是真的造反了。 严见形势危急,唐玄宗立马叫来杨国忠等一般朝臣议事,但在御前会议上,一群大臣仍是面面相去,拿不出主意。 其实,大家也不是想不出主意,因为应对方案是明摆着的,那就是派议员得力大将带着精兵去洛阳抵御叛军。 只不过,当时的中央军已经废了,将领基本没打过仗,士兵也都是战仪仗的废材,指望这些人去抵御叛军。 不可能的嘛,手桌五米,难为吹,所以大家才会一筹莫展。 虽然我们知道,就在唐玄宗伤脑筋时,安息节度时,封长青正好入朝揍势,他向玄宗主动请应,解决了无人领兵评判的问题。 可是,唐军兵员素质差,这不是封长青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 这就好比,一个老虎带着一群羊,打得过一只老虎带着一群狼吗?明显是打不过的。 因此,封长青到了前线后,很快就被叛军打败,洛阳也随之沦陷。 在洛阳沦陷的同时,叛军还催枯拉朽般的拿下了陈流、刑阳等地。 而这时候,距离安史之乱爆发,才刚刚过去一个月的时间。 听闻前线传回的奏报,满朝文武哗然,玄宗也是惊恐万分。 这是雪崩式的失败,不能再败了,否则必然是兵败如山倒,大唐威矣。 为了提振唐军士气,玄宗一面下诏甩锅给封长青,将其贬为一介白衣, 派到驻房陕州的高先之处效力,一面又高调宣布自己准备御驾亲征, 要亲自到陕州前线督战。 可是,玄宗在长安刚表完态度,高先之就在封长青的劝说下, 主动放弃了陕州,率军向西撤退,直接退到了同关。 实事求是的讲,叛军多为骑兵,且多是身经百战的老兵, 而高先之所部,多为步兵,且大多是新征入伍的老百姓, 双方在兵员素质存在极大差距,装备也有差距的情况下, 高先之选择退守同关,避免与叛军野战,无疑是最明智之举。 然而,高先之的明智之举,在唐玄宗看来却是不可接受的。 当时的玄宗最怕的就是兵败如山倒,继而影响他的英明神武的形象, 结果高先之直接就给他来了一个弃手闪舟, 想想看,这要是传出去,影响得有多坏, 那不就等于说啪啪的打玄宗的脸吗? 所以,玄宗对此事的态度是极为震怒, 而在一怒之下,他就下职给监军太监边令城, 让边令城在同关前线斩杀了高先之和封长青。 临阵杀了高先之封长青后,玄宗为了稳住人心, 随即又发了一道圣旨,再次强调自己要御驾亲征, 要亲手宰了安禄山。 但是,此时的前线已经没有统兵的大将了。 没有大将,难道要让此时已经71岁的玄宗自己领着大军与叛军作战吗?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别说唐玄宗的脑力跟不上, 就算他的脑力跟得上, 他那老迈的身体也经不起折腾。 所以,玄宗第二次表态,表示自己要御驾亲征后, 满朝文武,便把目光投向了当时在长安贤居的何兮拢佑节度使戈书汉的身上。 听说皇帝有可能要征召自己, 戈书汉感觉这就是个送死的差事, 坚持不受。 玄宗听说戈书汉不愿意去, 心生不满, 难道你个老小子还真的指望让寡人亲征吗? 为了让戈书汉马上挂帅出征, 唐玄宗就让杨国庄去劝, 后来戈书汉惊不住众人劝说, 便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但是,出征之前戈书汉也提了条件, 那就是前线的事情由自己说了算, 唐玄宗和朝廷不能干预, 玄宗为了让戈书汉尽快出征, 当时也就全部允诺了。 公元755年年底, 戈书汉拖着一副半身不随的身体, 和从河系拢又调回的八万唐军赶到同关, 与高先知留下的十万唐军会合, 并依托同关, 与十余万叛军展开了长达半年的对峙。 在戈书汉与叛军主力对峙期间, 安禄山的后院起火了。 由于前期进展太快, 河北的诸多州县, 安禄山来不及派自己的心腹接管, 这就导致叛军主力南下后, 很多河北州县的官员又重新打起了大唐的旗帜, 比如著名书法家当时担任平原太守的严真卿, 和他的堂兄严稿卿, 就是先假装投降, 在叛军主力南下后立马宣布起义, 后来严真卿在周边州县官员的拥护下, 还担任了河北返安唐军盟主, 势力最大是河北的返安唐军多达二十万, 而安禄山此时能够掌控的地盘, 也就是范阳、卢龙、蜜云、鱼阳、吉郡和叶城几地, 甚至就连安禄山的大本营范阳, 也曾一度因为军心不稳, 要起义投堂, 鉴于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 安禄山决定暂停进攻通关, 先解决人心不稳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就是称帝, 公元756年正月初一,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 称帝后, 安禄山派史思明回到河北, 负责剿灭后方的叛乱, 史思明率部回师后, 一开始还比较顺利, 打得义军烟齐西谷, 严稿青就是在这期间被叛军活捉的, 后来一家老小被押到洛阳处死, 严真青知道噩耗后, 为了祭奠严稿青的儿子严春明, 还专门写了一篇流传后世的纪值文稿, 但是没过多久, 朔方节度使郭子怡就率朔方军从05出发, 沿着黄河北岸一路前行, 连克靖边军云中马义等地, 打开了进攻安禄山老巢泛阳的通道, 并且郭子怡还向玄宗举荐了李光碧, 玄宗任命李光碧为河东节度副使, 领一万朔方军与史思明对阵, 随着郭子怡和李光碧参战, 一时间河北的战局又朝着有利于唐朝的方向发展了, 到了公元756年5月, 安禄山的叛军主力在同关与戈书汉对峙, 史思明在河北被郭子怡和李光碧打得欲哭无泪, 与此同时, 安禄山派去进攻颖川南阳雍丘的叛军也都被唐军击败, 此时从大环境上来说, 安禄山已经被唐军团团包围, 叛军的士气跌到了谷底, 安禄山甚至一度想弃手洛阳, 率领大军返回泛阳在泽姬行事, 然而就在安禄山已陷入绝境安史之乱本应该就这样落幕的时候, 长安那边唐玄宗却给安禄山送来了一份大礼。 正当郭子怡、李光碧、颜真卿等人把安禄山后方搅得稀巴烂的时候, 唐朝的中央以杨国中为首的贵族势力和以戈书汉为首的军阀势力却在内耗, 在这场内斗中玄宗担心会逼返戈书汉, 便多次迁就戈书汉, 比如杨国中为了制衡戈书汉曾经让心腹杜前运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部队, 驻扎于长安城东的坝上, 戈书汉知道后不仅从杨国中手上夺走了这支部队的指挥权, 而且还杀了杜前运, 而玄宗在事后并没有惩罚戈书汉, 不过玄宗心里对戈书汉还是很不满的, 你个老小子,面对叛军你唯唯诺诺, 面对朕和杨国中你却咄咄逼人, 你想干嘛,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大唐天子吗? 基于此,玄宗便不断的催促戈书汉出同关与叛军决战, 想着尽快解决安禄山后, 从戈书汉手上收回兵权, 面对玄宗的催战, 戈书汉起初是聚礼力争, 表示目前还不到决战的时候, 但后来玄宗的态度很坚决, 说安禄山的败局已定, 主力已经撤回河北了, 目前同关外面的叛军只有几千人, 为了逼迫戈书汉进军, 玄宗还让杨国中到前线带话, 直到即行不可前沿, 戈书汉不敢抗旨, 便只好出战, 结果就是异常惨败。 关于这场领保之战实事求是的说, 戈书汉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一方面同关的唐军并不是没有精兵, 开战之前, 唐玄宗从河西拢右二镇陆陆陆续续调来了八万精兵, 手握八万最精锐的唐军, 戈书汉与叛军的实力差距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另一方面, 戈书汉的指挥也很有问题, 他事先知道叛军会打自己的埋伏, 这一点他在出战之前与玄宗争论时就说过了, 但在战争过程中出于私心, 戈书汉却轻敌冒进, 没有稳扎稳打, 导致了最终的惨败, 那么戈书汉为什么会轻敌冒进呢? 他心里又到底在想什么呢? 戈书汉的个人真实想法, 我们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不知道, 但从当时的背景来看, 戈书汉轻敌冒进, 指挥失误的原因也可以猜出个一二, 原因很可能是戈书汉不敢稳扎稳打, 因为一旦戈书汉率军出关, 那就意味着他离帝国中央越来越远了, 而玄宗是什么人? 戈书汉心里很清楚多疑, 而且老眼昏花, 伺候这么个皇帝, 你对他有用还好, 一旦没用了, 加之杨国中在一旁吹点耳旁风, 你就必死无疑, 所以对于戈书汉来说, 不出击, 则已一旦确定要出击, 那就必须速战速决, 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如果稳扎稳打, 拖拖拉拉, 甚至因为觉得前方有埋伏, 又下令退回同关, 那戈书汉的下场就是第二个高先知, 怎么说呢? 这就是典型的君臣不同心, 皇帝整天疑神疑鬼, 臣子整天担心自己脑袋搬家, 你防着我, 我防着你, 这仗要是能打好, 那真是见了鬼了, 领保之战后, 戈书汉逃回同关, 他自知责任重大, 于是便在关西驿站张铁告示, 希望能聚拢逃兵, 抵抗叛军西进, 但就在此时, 戈书汉的部将火拔归人, 率领一百名士兵来到了驿站, 把戈书汉绑了, 送给了安禄山, 而随着戈书汉被活捉, 同关也失手了, 玄宗知道这件事后, 嘴上依旧强硬, 表示自己要亲征安禄山, 不管是将士还是百姓,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但背地里唐玄宗却连夜带着老婆孩子和几大乡金银珠宝逃离了长安, 等到第二天早上, 官员们排队上朝时, 这才发现皇帝已经跑路了, 听说皇帝跑了, 一时见长安城炸了锅, 迅速陷入混乱之中, 文武百官, 商人富豪, 纷纷收拾金银细软, 跑路, 见到达官显贵, 正乡跑路, 官兵也各自跑路, 偌大的长安城, 瞬间就变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公元756年6月, 叛军攻陷长安。